好,我们现在有关日志的事情 我们再去简单的去梳理一下 因为这个日志这个事情 我们开始说的比较零散 这儿说一嘴,那儿说一嘴,对吧 实际我们要分为这么几种 Obsite Log,一个是自定日志 还有一个是错误日志 就是三种日志,一般情况三种日志 Obsite Log就是我们之前演示的 这个Inix配置的那个防御日志 自定日志就是我们之前在开发的时候 控制台输出的那些日志 就是Ctrl Log代言的日志 然后错误日志就是Ctrl Error代言的日志 或者说由于系统暴错 自己它抛出的一些日志 好,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系统日志就这些 然后这些日志是我们跟踪 访查这个所有端 是不是健康,是不是稳定 或者说出了错误之后 如何排查一个依据 无论是对于我们开发日间 还是对于运媒日间来说 都是这样的 好,Obsite Log日志 就使用NX配就好了 这儿不推荐使用NXS记录Obsite Log 虽然是NXS也可以记录 也有限定的攻击记录 但是我这儿不演示 也不推荐这样做 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Obsite Log这个日志 一般情况下是运媒要关心的 我们作为开发人员来说 就是业务开发人员来说 其实我们也关心系统的健康程度 但是并不是像运媒那么的关心 就是有多少人访问了这个事情 应该是运媒来关心 有运媒来看一下 这个访问是不是健康 是不是每次访问过大 导致服务器负载 就是硬件层面上受不了 或者网络受不了 这些 这些我们也不专业 这些是运媒人员来关心的事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Node.js记录Obsite Log的时候 相比于endix来说 它更偏厚一些 对吧 endix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门户 它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的Obsite Log能集中记录起来 那Node.js呢 我们的服务 如果有endix的话 我们的服务可能会分集群 然后分不同的机器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的Obsite Log可能会被分到很多的机器上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再去拼接合并 那凭借合并呢 又给人员局闻人员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工作量 对吧 所以说没有人会愿意这么干 直接使用endix来记录Obsite Log 这样的话就会伤回到工作量 就我们在一个endix这个节点下 就把Obsite Log给记录下 省得我们再去弄个S的机器 这么一台一台的去找 然后自定义的操误日誌 这个就用PMR来记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自定义 配置日誌文件的目录 这个也也是了 好 这个呢就是自定义 自定义日誌呢 我们就用Ctrl Log打印 然后呢 错误日誌呢 我们就用Ctrl Error打印 或者说我们系统呢 就是我们在正常出错情况下 系统也会抛出一些错误 然后这也会被记录 总之PMR呢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日记录的一个工具 因为这个呢 就没法用endix来记录 endix它不擅长记录这些业务日誌 因为它本身它只是一个服务而已 它不懂业务 所以说这块呢 只能是我能用PMR来记 另外呢就是 像这些自定义日誌和错误日誌啊 是我们开发人员 比较关心的一些日誌 对吧 你的一些业务的一些日誌啊 一些错误日誌啊 你要时常看着点 对吧 时常看着点 然后是不是需要 哪个地方有错误 但是我们没有测试出来 没有发现啊 然后你需要时常看着点 所以说这些就是需要 我们开发人员 自己记录的一些日誌 这些呢 运维是不怎么关心的 对吧 你的系统出了问题 那跟运维关系不大 它呢只需要保证服务 能制作健康运行就可以了 所以叫上线 应该叫线上环境 所以应该叫线上环境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讲的东西啊 就是讲了pmr的一些配置啊 使用了图境生模型啊 等等这些 对吧 然后讲了enix的代理配置 然后还讲了这个日誌 set log 日誌 自定义日誌 错误日誌 等等这些 这个日誌算是个总结吧 就之前已经讲过日誌怎么用了 这儿呢 我觉得总结这个条目 其实没什么意义 这儿呢 我给大家画了一个图 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我们用了个图 来总结一下 我们本章说的内容了 我们看这个图的结构啊 这个图的结构呢 是一个比较大的系统 它运行的一个结构 然后有些我们没有讲 但是我们可以去看 可以去学 我们看一下 浏览器 或者说其他像APP 像APP啊 这些工具 这些客户端去访问 一般情况下 它会访问一个域名 对吧 也没有端口 然后这个呢 第一步就进过 enix服务器 它是一个汇总点 然后它要干嘛呢 它要反向代理 所以反向代理 就是说把我们的请求 传达到后面的 NordiDS服务器上去 大家看传达过去之后 它就是通过IP 加端口号的形式 传达过去了 看到没有 因为这一些 都是在一个局域网中 它可以通过IP来去访问 然后这个对外的 就是可以通过域名来去访问 它会通过enix服务 把这个IP绑到域名上去 这个是对外的服务 所以反向代理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 外办的请求 转化成我们自己 局域网的请求 然后把它代理到 各个机器上去 然后负载精神 我们说 这个我们没有演示啊 我们只是解释了一个意思 就是说 请求在国家当的时候 按照哪个空闲 就分配给哪个 这样的话 让每个服务器 都能平均下来 这个所有的工作量 平均下来 所有的压力 对吧 然后Oxyslog这个 我们也说过 Oxyslog这个 我建议在 NodeGX里面去记录 对吧 因为它可以集中 把所有的请求 都记录下来 如果Oxyslog 要放在NodeGX服务器 记录的话 那就比较分散了 对吧 好 这就是NX一般的过程 然后把请求 代理到这个 NodeGX服务器上来之后 NodeGX服务器 我们这儿是分机器的 就是每个服务器 都部署了 这个NodeGX的服务 所以说 它是一个 集群的一种方式 然后每个集群 什么的每台机器 我们看一下 PMR进行的进程守护 对吧 PMR日制维护 日制记录 还有多进程 都是我们之前 讲的这些东西 所以说我们的PMR 作为的日制记录 就是资金日制 或凑合日制 都需要分散在 每台机器上 这样的话 我们就需要一定的手段 去把它 收在另外一台机器上 这个也是运维约 来做的工作 这个我们就不再当个讲 总之大家要理解 这个图 图的每一部分 每一个箭头 每个块 都是什么意思 大家要明白 好 这个图本我就相信 我就能总结 至少是能 在很大程度上 去总结 我们整个的 这个现场环境 这一章的所有的内容 这个图大家要记一下 实际上看一下 了解一下 对于并不一定 所有的 你都需要详细掌握 但是你要去了解 它的具体的 一个操作的意义 是什么 对于并不一定的 这种 你都需要详细掌握